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昨天发布的报告 中国外交部、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和安全局 均已采明中方严正立场 中方立场以科学为依据 以事实为准绳 我愿再次强调 机构报告不能成为日方排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 第一,报告证明不了日方排海计划的正当性 第二,报告赋予不了日方排海计划好法性 第三,报告保证不了日方排海计划安全性 第四,报告保障不了监测安排的有效性 事实证明报告没有平息日本国内外反对排海的强烈呼声 根据日本最新民调 有四成民众反对排海 韩国日报和日本独卖新闻的联合调查显示 八成以上的韩国民众不赞成日方排海 太平洋岛国、菲律宾、印尼、南非、秘鲁等国的专家 和民众纷纷发生抗议 中国老百姓更是高度关切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将加强海洋环境监测 强化海产品等进口的检验检疫 确保公众健康和食品安全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关乎重大国际公共利益 不容含糊 不容闪失 中方敦促日方尊重科学 尊重事实 不要企图将机构报告当作启动排海的挡箭牌 忠实履询国际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 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以负责任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